好办 这事交给我了 你来得正好 当家的正让我找你呢 当家的说了 这花船是不能再开了 念在你提供情报有功 这钱给你了 数数吧 这钱不少 足够你做个小本生意了 这回还真不少 你这是干吗 我想留在山上 和你们一起干 四枫仙 我们上山那是逼不得已 再说了 山上条件差 比不得山下 而且还随时有危险 当家的 我一穷人家 没有那么多讲究 我有带着孩子 无依无靠的 你们山上人多 热闹 我们到这里也就涂个人气 涂口饭吃 当家的 至于活计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春兰姐 你留下他们母女吧 塞凤仙很能干的 是啊 春兰姐 塞凤仙的本事 我们也都见识过了 不行不行 当家的 留下他肯定没什么好事 这钱都给你了 你就赶紧拿他下山吧 别让他留在双花债 朝天交 塞凤仙 你要留下来也成 但是我们双花债 从来都不收这无能无异的人 你要真想留在双花债 可得拿点真本事出来啊 没问题 这次阻止保乡团去海家的事情 就交给我了 你开什么玩笑啊 这么大的事交给你 要是万一你给办砸了 那你怎么办 我拿脑袋担保 那我就没得说了 塞凤仙 你到底有什么好办法 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好 好 好 我 闻家盐铺 闻家油房 闻家米铺 闻家商行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在哪儿捞到什么呀 你嚷嚷什么 你懂个屁 你懂个屁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起来起来 这大半夜的你 走 快点 好好好 快点 我走 神经病大半夜的冲锋 走 外边的人都跟我去寻业 是 是 别以为打破了双划斩的女匪 就没事了 精神点 这些枪弹可都是新发下来的 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 我能要了你的命 听明白了 明白了 周团长 走 你们走啊周团长 什么东西 叫他们血液 就兜两圈回去睡觉 我们在这儿受苦啊 这鬼地方又冬又冷的 就是 是啊 有个酒喝多好啊 倒霉 还酒呢 张嘴就灌一口西北风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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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后面人呢 跑 翻车 快 快 都放在脚落里 绑结实了 把醉堵研了啊 好 一会儿咱们分开行动 修修 咱们多加小心 好 走 走 好 走 好想喝酒啊 别念叨了 天亮能水 各位大哥 都在呢 哎哟 谁呢 好好好 各位大哥 辛苦了 这不是传娘子赛凤仙吗 你船都卖了 还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呀 先别说那么多 没看人家拎着这么多东西嘛 也不过来帮个手 来来来来 这个是好东西 来来来 给我给我 买上买 买上买 一个花船上的传娘子 怎么深更半夜 跑我们正宫所来了 快出去 出去 出去 哎 山上那帮女匪 抢了我的花船 我只好做上门生意了 好吃 怎么 送上门的 你也不吃啊 好了 好了 说得没人没酒还等着吧 来来来 来来来 走 走 走 来来来来 我做的下酒菜啊 保证你们吃一碗 还想第二碗 吃完了还想吃 赵大姨周队长跟海镇长 怪罪下来 这怎么办 怪罪个屁呀 赛风仙又不是什么外人 陪咱们喝酒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吃啊 那肯定没关系啊 是不是 来 喝 别别别 你这酒 我可不敢喝 这酒喝多了可误事 我们这儿可都守着重要的东西呢 哎哟 大哥 喝这两杯酒能误什么事 牙子 来 就是啊 我为您 少 快 来 我再给您盗上 行了 没想到这让你给办到了 辛苦你了 劝酒吗 那有什么不容易的 姚娘给的药可真厉害 没喝两杯 她们就倒下了 对了 我听她们讲 那边好像是有重要的东西 快去看看 好 快看 天哪 我们发达了 太好了 这下咱们双花寨的装备就齐了 搬走 好 小天娇 你过来 咱们俩赶快去海架 估计秀秀和水利也都准备好了 嗯 你们多加小心 注意安全 是 好 走 来 来 下咱们俩 système 喽 黑老子 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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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还你 要你这个老贼的命 你来真的 你以为的 太勇老贼 你没想到 你也有今天吧 杨春兰 韩勇老贼 你说你 都死到领头了 还抱着温家的契约不放 你也太贪心了吧 塞冯夕 是 把契约拿回来 放手 听见没有 放手 快点 杨春兰 你别得意得太早 你以为你的宝箱团 能来救你吗 我知道这帮混蛋 靠不住 可没想到他们这么没用 杨春兰 你杀了我这个阵仗 你们双花斋还会好过吗 死后的事 不必你操心了吧 我早就知道 你们这帮女匪 有仇必报 一定不会放过我 这次算你们赢了 温家的财产 我不要了 拿过去 你说一句不要就不要了吗 你知道你杀了多少 找温家的人吗 我今天就是要让你 给孝毅 还有我爹偿命 所以 我今天一定要牵手杀了你 好啊 有你们垫背 我觉得也值了 你以为你吓得住我吗 你以为你吓得住我吗 我知道你敢 开枪 来啊 开枪 你我不敢吗 来 刀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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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冲动 这个老贼把他逼极了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还是朝天交了解我 一日夫妻拜日恩哪 好 那就用我来陪你吧 熊熊 带着他们走 我今天 一定要杀了几个老贼 春兰姐 春兰姐不行了 为这个人不值得 你不能冲动 你们都走 你别冲动啊 春兰姐 我今天一定要为我爹报仇 走啊 你们讲完了吗 快走 快走 我要是杀了他 走 好险 好险 靠你们 靠你们保护我的话 我昨天晚上就人头落地了 现在枪丢了 我半辈子的家产也丢了 连一粒米都没给我剩下 如果不是我想出办法 把他们吓跑的话 明年今天 就是我的忌日 镇长 镇长 你就饶了我们吧 谁能想到 那帮双花寨的女匪 个个都跟吃了雄星抱着胆似的 明明淘天把他们给打败了 还明目张胆地到镇宫所来打劫 杨春兰真是奸诈 弟兄们 弟兄们 哥哥就吃了雄饼 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防不了 防不了就把他们端了 不能让他们再无法无天 一定要想办法 想办法 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嚣张 是 是 还是靠镇长想办法 混 走走 快走 来 天娇姐 这回你那大刀片给扔了吧 那不行 我这枪是不错 可这大刀片更好 还是祖传的传家保好 可不能够 我到时候啊 我不仙臣 我这两个我都扛着 大家都会使枪了吧 陈兰姐你看 咱们终于还新装备了 来 回头呀 你教大家怎么使枪 好 这回啊 咱们算是鸟枪换炮了 不过幸好 这些装备 包在咱们手里了 要不然这海勇老贼啊 迟早会卖到山外的土匪那儿去 到最后遭殃的 还是咱们的乡林 和咱们的护商对 不过这下好了 咱们有了这些装备 从今往后 会更好地保护咱们的乡林了 你们说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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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啊 咱们能够进这么多装备 得感谢一个人 塞凤仙 好样的 第一次任务 就完成得非常地好 当家的 你的意思是 我通过考验 可以留下来了 对 不行 我不同意 每次都是你跟我作对 你凭什么不同意 当家的和大家伙都没反对 你一个人不同意 不作数 我就不同意 行了 朝天交 那你说说不同意的理由 说实话 我就是看不惯她这股妖劲 成天骚里骚气的 她要是到了双花寨 肯定把咱们的风气给带坏了 我带坏风气 我怎么带坏风气了 我是偷了还是抢了 你讲 你讲啊 别戳我 讲就讲 你是传娘子 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地方 我们正儿八经的地方 就是不能收留传娘子 我是传娘子 怎么了 我不过在船上讨点生活 我卖酒卖菜 不卖肉 你 什么叫你卖不卖肉啊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句 你再说一句 老娘我跟你拼了 我打你了 你怎么了 住手 住手 成何体统 好了 赛坟仙留下的事已经定了 而且从今往后 谁都不能替传娘子这件事了 还有你们俩 如果再打的话 就一通关禁闭 当家的 谢谢你收留我们母女俩 不过 你可别安排什么太苦的活给我啊 不会的 当家的你看啊 你看你留下她了吧 她还挑肥减兽 我就说嘛 咱们这正儿八经的地方 就不能留下她的 你不想苦 那让别人苦去啊 是 你当船娘子整天苗眉画眼 然后摇头咕噜定 你倒是轻声 行了 你少说两句吧 回头啊 把这身衣裳换了 好了 大家抓紧时间练枪 我还有事我先忙去了 当家的 当家的 行了 你就是老天天摇头咕噜定的 你就是个 就是个妖婆子 这有些女人哪 她真可怜 这女人爱美 天经地义 可有些人哪 偏偏不把她当回事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留下来了 我每天都会没给你看 你就好好学着吧 别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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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臭美 谁跟你学啊 不学也好 面的学不会更丢人 这女人哪 也没女人样 成天拿着把破刀 跟个男人婆一样 你说我这是破刀 你还说我是男人婆 你是不想活了 你们看看啊 她是不是妖婆子 就是个妖婆子 妖精十八怪 我告诉你 妖婆子妖婆子 妖婆子妖婆子 你让我回头地上 那不是我打一打 我让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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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管家 温家就交给您了 大少奶奶 这 大管家 您在阿公身边那么多年 这文家上上下下 都由您打电 这个交给您 我放心 好 那就谢谢大少奶奶 温流顺 一定会尽心尽力 好 大少奶奶 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您请讲 那 作为文家掌房 现在只剩下冒娃 这么一根毒苗了 可冒娃现在年纪这么小 今后文家的路 能不能文文当当地走下去 这是重债手们 最为担忧的事情啊 吴儿 我毕竟是个外姓女子 非意是难免的 文家家大业大 我又住在山上 难免大家会觉得我照顾不周全 大少奶奶 这话您言重了 作为当家主义 在温家您是兴兴业业 这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只是我想斗胆地问你一句 您老请讲 今后 您有没有决心 永远留在温家 我明白您老的意思吗 这样吧 您先把店铺重新开张的事 安排好 事后 我必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是 您是 各位乡亲 各位父老 今天呀 温家的这些店铺 又重新回到了温家的手里 重新开张了 是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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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清合今天的好日子 所有来的顾客 不管买什么 一律打六折 好好好 好好好 六六大顺 我们大伙啊 祝文家永远顺顺当当 谢谢 你们大伙都看好了 这可是真的 招牌都挂上了 那下好了 我们文家和各位债首 总算渡过难关咯 是啊 各位债首 各位书公 我们大少奶奶说了 吃一欠长一智 她现在特别有信心 今后啊 一定要把咱们文家的生意 经营好 对 我就看好春兰 对对对 她要遵循祖训 继续关爱乡亲 扶住老幼 一定不负中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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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书公 战手 你们光顾之后 还请留下一步 我们大少奶奶说 还有要事相伤啊 好 好 那就请吧 请请请 好 好 阿公 对不起 都怪我的疏虎大义 中了那海庸老贼的圈头 没能保住笑意 我辜负了您老人家的嘱咐 我没能好好地保护文家 您怨我吗 不过您放心 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保护文家 好好地把貌娃抚养成人 希望她长大以后 能像您一样 成为一个有胆识 有勇气地当家人 小礼 你 你还好吗 我时常在山上 不能来看你 你怨我了吧 你该怨我 你该怨我 我 你还好吗 她我们不得了 我 我 我 你 也能喊你一生爹 你要是能听见该多好啊 我知道 我不该哭 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是文家的主母 列祖列宗在上 我杨春兰在此起誓 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保护文家 保护双花寨 争取有一天 让文家再兴旺起来 拿上奶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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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请各位长辈来 主要是想跟大家商议一下 文家将来的事 是 感谢各位的台爱 让我杨春兰 成为文家的主事人 但是 文家人兵稀少 掌房也只剩茂娃一人 茂娃又年幼 不 所以我知道 各位长辈 心里是有顾虑的 这几年你在文家 打电上上下下 我们都是亲烟所见 说句心里话 我们对你没有顾虑 可你毕竟是个年轻女子 我们这些老骨头 实在不忍心看你孤身一辈子 说得没错 春兰 在我们这些人看来 你是最合适的文家当家人 但是就是不知道 你有这个准备没有 感谢各位直言相待 我知道 大家都是为了文家将来着想 有顾虑是应当的 但是 我想请各位放心 我早已做好准备 绝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上酒 这碗酒 我敬各位长辈 我杨春兰在此起誓 是 我生是文家的人 死是文家的鬼 我也会把茂娃 培养成顶天立地的当家人 希望各位长辈支持我 列祖列宗在上 如我杨春兰违背誓约 就如同这酒碗一样 粉身碎骨 包裹洞拿出来啊 装了什么呀 老总 我就带点衣服啊 行了行了 走吧 听说东西工当又多了 你的证件呢 在这儿呢 箱子里头都装了什么呀 都是些常用的衣服 衣服 身上没带什么吧 好 谢谢 走吧 走吧 任天方同志 这次你回楼龙镇的任务很艰巨 楼龙镇是交通要道 你要利用福泰分号的掩护 建立我党逆米交通战和中转战 完成我党抗产物资的运送人 谁来了 你真的不打算怎么上了 还怎么走啊 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 日本人打起来不说 还到处都是匪 不是说国军交匪取得了重大胜利吗 那些匪手纷纷落网啊 吹牛 那么大个双华寨 在那儿还好好的呢 双华寨 听说过 寨主姓杨 叫春兰 就是楼龙镇文家的大少奶奶 听说她男人死了才找她这 说起来也是个人物 可不是吗 听说日本人坏到家了 把那些姑娘糟蹋完了 还要开堂破肚呢 那是不是 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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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报道本来本来 不少说两句吧 这位兄弟 这能做吗 可以 来 在等人 没有 敢问先生何处来 下将来 上游客 再问先生一往何处去 山落一百 水落两天 东西在箱子里边 好 明白 这一带控制得很严 你要当心 好 知道了 我没时间了 我得先回去 好 那您多保重 慢走啊 保重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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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谁啊 我找大掌柜 他不在 去乐山了 不对吧 我之前在锦阳见过他 他说上完货就回来 好 来 两天方同志 可算把你判来了 来 坐 坐 先喝点水吧 好 谢谢啊 对了 我把电台给带来了 太好了 这下我们开展工作 就更容易了 任同志 你的身份是大掌柜 我是你的帐房先生 为了掩人耳目 我们还得多找几个伙计 我觉得招伙计最好 招那些不知情的 这样咱们的工作好做一点 嗯 对了 这个镇子上是怎么个情况 最近镇子上也不太平 三角九流的人混进来不少 还有一些不知路数的 一直在附近活动 为了安全起见 组织上才派你过来接替之前的同志 那 游击队已经联系上了吗 联系上了 他们最近一直在赤水滩附近活动 五天后李队长会过来 跟你商量一下 之后运货的事 这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 你看完记得烧掉 来 来 来 花儿的娘 我还说去给你送点粽子呢 谢谢我买了 把这最后一批货呀 卸完了以后 就赶紧入仓 卸 入仓以后呢 要把船擦干净 好嘞 收拾完了以后啊 让大家早点休息 好 大管家回来了 回来了 故事可好 还好还好 我给你的账算出来没有 刚算出来 都在这儿呢 我看看我看看 瞧瞧 收拾了 你还要来 这儿呢 是 花儿的 是 那就把我说了 从这儿呢 走 要准备一份大礼 你叫水长飞来一下 让他尽快地给山上松去 好好好 好的 走了 来 帽王拿着 来 你给圆圆一个 帽王 来 给 给 什么呢 这儿帽王这儿 真挺好看的 水一儿 这是什么呀 休息姐 你什么时候吃上人了 还给我 你们看给他急的 肯定是被我说说了 你穿上哪个小伙子了 你跟我讲 我都帮你问问他怎么样 还给我 水月 说说吧 真的呀 快说说 你自己去点个人讲 我是给我哥做的 给你哥 那你还秀什么呀 给我 我从小就没了娘 自然没人叫我做针线活 结果我拆拆一拆的缝的 总是做不好 怕你没太笑话 我就说嘛 水月还小 哪懂那些花花肠子呀 可不 这两兄妹也不容易 哥伴睡鱼儿看他哥 又没娶媳妇 一个人在山下没给照顾的 想帮他哥做点事 是不是 鱼儿 我哥在船上待习惯了 穿不惯鞋 现在在闻家做事 自然要穿鞋 我就想给他做两双鞋垫 这样穿起来还舒服点 没想到这个孩子 还真会疼人呢 可不 可不 好 来来来 往这儿往这儿 好嘞 好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当家的可说了 今天过节 大家喝酒吃菜都管够 待会儿我就下厨 把那些打来的野戒徒 都给你们做下酒菜 保准啊 这双花寨的流水席 比镇上的还热闹 还安逸 凤仙姐 听说你的劝酒功夫 是一绝啊 怪不得上次 我们打劫海家的时候 她把宝箱团 全都给棍趴下了 可是 那还用说吗 你们几个要是愿意 我也可以陪陪你们呀 咱们凤仙姐呀 要模样有模样 要手艺有手艺 能娶到她 这么财貌双全的女子 那个男的 肯定是上辈子 积攒来的福分哪 就是啊 你嘴还真甜 哪那么好找啊 姐 你这么能干 不能没一个想好了吧 对对对 哪个 要不我下山 把她给你带上来 陪你过 你这个没良心的 还敢来消遣我 来 我教你们 鲜花船上的 行酒类怎么样 那才耍得痛快呢 好啊 小夕 你带头 不许怕你家的媳妇 可以呀 不就是喝酒吗 来吧 来吧 来 咱们赶紧干活 那个死男人婆又盯上我 肯定心里气死 好好好 小夕 我就说啊 这个妖婆子 狗是改不了吃屎的 妖精十八怪 早晚把那些后生们 都给带坏了 婷娇姐咱不看她 眼不见心不烦啊 她呀 看不顺眼的人 怎么都看不顺眼 其实凤仙姐人不坏 人又特别热情啊 又有些风趣 大家呀 才会喜欢跟她亲戚 当我没说 当我没说啊 就你的话 小月 哥 周队 你来了 你们这儿可真热闹啊 好 那个大当家的呢 在屋里呢 行 那你们先忙着啊 好 辛苦了 快坐 大家子 我就不坐了 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大管家 大家子 你们这儿真热闹啊 比山下还热闹呢 哪有的事 你们山下可以看赛龙粥 我们这儿啊 只能吃几个粽子 姐姐馋了 不过我告诉你 我们这儿的粽子 可好吃着呢 那是啊 你多住几日吧 你知道吗 水鱼儿每天啊 眼巴巴地等你来 怕了你好多天哪 可是 大管家还等我信呢 你以为大管家 这个时候 让你上山干什么呀 他是想让你跟水鱼儿 好好地团聚团聚 当家的 这屋里啊 也该放上些韭菜 好讨个好彩头 这都是你做的 对呀 行 谢谢你啊 塞缝鞋 你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不水上飞大爷吗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呀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听说 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特意来看我的是不是 哎哟 人家好感动啊 你 你别瞎说 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人家也是要讨生活的嘛 我依女人家 又带着我啊 无依无靠的 还好啊 当家的可怜我 让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来 快去我屋里喝两杯吧 我再准备了上好的烧鸡弓 走 你 你别在这儿拉拉扯扯的 当家的 我从来没有上过她的花船 她是胡说八道 我 我不在这儿了 我走了 我走了啊 我走了 哎 你